嗨,大家好,我是苏森,欢迎来到Garden365新西兰生活频道 在简易蔬果架这期视频中呢,有人提出了疑问 如果我家里没有小菜框,那么就没有中间这块挡板 是不是这个方法就不能用了呢?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也能搭一个简易的蔬果架,并且能够拆除方便呢? 方法是有的,而且我们用的全是废旧的材料 这个方法是我向一位老爷爷学来的 我在Consol申请的那块小菜地呢,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并且呢,再向其他人学学 看看他们都是怎样搭架子的 首先我们要在立枝柱的地方挖一个至少30公分的坑 这个架子呢,我们每年都是要拆除的 下面没有用水泥来固定,也没有用一根钉子 所以坑的深度决定了架子的牢固程度 当然如果能够挖到下面的粘土层,那是最好的 我用的是这种拆下来的旧的DEC的栏杆 由于它的长度有限,我一直没有想到它能够拍什么用处 今年呢,我就要用它来搭一个蔬菜架 我们把挖出来的土重新填埋回去 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把立柱周围的土给它倒倒实 这一步也非常重要,土的紧实程度直接影响架子的牢固程度 我们可以分批分次的填土 不要一次呢,把土都填埋回去 这样底部的土呢,就很难压实 我正好又找到了两个这样的小木桩 于是我把四个立柱中的两个用小木桩再加固一下 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小木桩也没关系 只要把立柱周围的土尽量压压紧 那架子的牢固程度,我们种几颗丝瓜或者是冬瓜是没问题的 为了更加牢固,我把中间的这些缝隙呢 用足片或者是小木片给它填上 接下来是绳子,像这种塑料的绳子呢 我不建议大家用,因为时间长了呢,它会松动 这卷呢,是我很早以前买的 今年翻出来,先决定先把它用掉 像这种有弹力的针织布条很好用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买一些麻绳和棉绳 然后我就把架子给五花大绑的绑起来了 由于用的都是废旧的材料,尺寸和材质都不一样 看上去呢,不是特别的美观 这是公共的小菜地,大家都是以牢固、食用、环保为主 美观排在了最后一位 如果是在我们自家的后院,就要用材料和尺寸都整齐一点的废旧材料 这样呢,也能搭出整齐的架子 我是把家里用不上的废旧的材料呢,都拿到这里来把它用掉 为了架子更加牢固,我在两个架子中间就加了一根横梁 架子下面呢,我种了几颗小冬瓜 接下去我们去参观学习一下别人是怎样搭架子的 这个现在是一个简易的架子,下面的瓜苗已经种好了 随着瓜的生长呢,我估计它还会调整加固 这一排豆角架用的是废旧的族杆,再加上一些小木条 这个绳子的绑法很可取,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既可以省一些竹竿,又不影响它的牢固度 上面还利用空间堆放了一些废旧的材料,说明这个架子很牢固 这个番茄的支撑感特别有趣 刚刚拿来的时候,这些竹子的叶子呢,还是绿色的 我们大家都以为它在地里种了一排竹子 所以呢,有好心人提醒它,竹子不能种在这里,会泛滥 后来经过解释才发现,每颗竹子旁边还有一颗番茄 原来这些新砍的竹子是为了给番茄做支撑杆用的 这个架子呢,我实在看不出是什么结构 不过从旁边拉出来的两根线可以看出 为了架子的牢固,也是经过设计的 这个呢,是把工作中的胶带拿来当绳子用了 这位爷爷就厉害了,我搭架子的方法就是跟他学的 首先,它架子的面积非常大,每年都要利用这些架子来种佛手瓜、冬瓜、丝瓜 第二个它厉害的原因是因为它用的这些废旧材料的材质、尺寸 还有形状都不一样,但搭出来的架子呢,却很牢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细节,看看关键点在哪里 让这些材料尺寸不一样的连接处,所有的空缺还有缝隙 它都用小竹片或者小木片给它填充住 这样呢,制住就很牢固,不会摇摇晃晃 这个方法我也用了 下面的部分呢,它倒是没有再用小木桩来额外的加固 说明只要挖的够深,牢固是没有问题的 这些绳子呢,是用来爬豆角的 大家猜猜这些架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对的,这些是用来种山药的,是不是很整齐 在这里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种菜的习惯和搭架子的方法 所以啊,我在这里真的学到了很多 这是另外一种风格的 它用小木桩和线把自己的地界围得清清楚楚 还留了一个进出的门 四块区域划分的也很清楚 虽然没种几颗菜,但是一目了然很整齐 还放了一把椅子,就差一把太阳伞了 大家看出来了吗? 在这里种菜,开心最重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方法 想怎么种就怎么种 今天看了这么多的架子 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参考 同时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